只要按下这个操纵杆 就可以让这辆军车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甚至旋转 除了记者刚刚操作的这辆加强版弹药装载车之外 五国空军部队的空军智能基地还有哪些新的进展 今天就让记者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记者身后就是飞机跑道 我们可以看到跑道上有很多的弹坑 无人机监测系统可以通过起飞来监测飞机跑道上的弹坑 并把实事主向传回到中心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看是否需要派人去修复这些弹坑 在过去需要三个人配合合作才可以把导弹装在战斗机上 可是有了这辆电力驱动的加强版弹药装载车之后 只需要一个人操作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这节约了至少三成的时间和66%的人手 新加坡空军部队和国防科技局不断探索和积极采用最新科技 以持续强化空军基地的效率 未来的空军基地会是更交网络化 而采用更多的第四代科技 因此提高空军基地的运作功能和效率 其中的项目也包含采用电动军车和无人机等少碳排放量科技 是新加坡空军部队持续环保绿化项目之一 空军智能基地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落实 未来的空军基地的运作